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螺絲 螺絲的種類規格其實是相當多的,運用也非常的廣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是很常去看到它的 如果你有仔細去觀察的時候會發現說 原來我們生活當中有這麼多螺絲 幾乎是很多很多地方都會使用到的 那螺絲的種類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因為螺絲的用途是非常廣泛的,它用在非常多地方 也因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功能 它所演變出這麼多種類 種類多到可能會介紹不完 那今天呢我就介紹幾種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使用的 來給大家認識 那也會告訴大家說這些螺絲該怎麼去稱呼它 以及它的一些規格 那這裡呢 該怎麼去認識它呢? 等一下我會來做詳細的解說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先來介紹一下螺絲頭的種類 那我大致上呢分幾個讓大家看一下 以3D來呈現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就依序的去解說它 好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第一個呢是一個平頭的螺絲 那其實就很直接的 名字就是它的頭是平的 那有的呢可能會稱它是扁頭螺絲 也有這種稱呼 那接下來呢是一個圓頭螺絲 那意思呢它是頭是圓的 那也有人把它稱作是頑頭螺絲 這也是可以的 再來呢是一個閃頭螺絲 那意思呢就是它的頭這裡呢 是一個閃型的 像這裡也是一個閃型的 像這一種的 再來是歪六角螺絲 那這種是蠻常見的 是一個六角形的螺絲 那再來是一個沉窩螺絲 那沉窩螺絲也是蠻常見的 那一般呢沉窩螺絲的那個硬度呢 是比較高的 一般硬度是1209的 當然其他螺絲也可以做這樣的規格 那我們沉窩螺絲最常見的硬度呢 就是12.9 那再來是一個有富華絲的螺絲 有的是會稱它說是法蘭面螺絲 或是華絲面螺絲 像這一種的 以及 閃頭螺絲 閃頭螺絲的意思呢 有人也稱它說是薩拉孔的 或是椎肚的 那一般是稱它是做閃頭螺絲 有的人也可能是把它稱作平頭螺絲 但是因為 如果稱作平頭的話 可能會跟第一個 做混淆 所以一般還是會比較建議 說是明頭螺絲 這樣子呢 會比較好分辨一點 那為什麼會稱作明頭螺絲呢 就是它的這裡 兩個斜度 像這兩個 就是一個明頭螺絲 一個呢是一個指腹螺絲 或是無頭螺絲 它就是沒有一個頭的 只有螺絲的部分 那最主要呢 我大致上呢 介紹螺絲頭的種類呢 比較常見的是這幾種 那大家呢 可能就先去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螺絲牙的種類 那螺絲牙呢 種類也是有幾種分辨 那我就直接來解說 一般最常見的是機械牙 那機械牙呢 它所搭配的是跟 螺帽做搭配 或是說我們有板金 或是加工件 那加工件或板金這邊呢 會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那螺絲跟它做搭配 一般是這樣的使用的狀態 那再來呢是 至公牙 像這一個 或是像這一種的 至公牙呢 一般它的螺距呢 會比較大 那它螺牙的地方 會比較尖一點 那至公牙呢 就是從字面上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至公牙 它的意思呢 就是它在鎖的時候 會 把物件呢 弄一個牙出來 使用的地方呢 一般比較常見的是 塑膠 塑膠的柱子 那我們用這種 至公牙的螺絲 直接鎖進去之後呢 那它 它就會被 供出一個牙 然後被固定住了 那 這邊呢 是有缺點的 因為至公牙的螺絲呢 你如果 拆裝鎖膠太多次的話 那塑膠那個地方呢 裡面的螺牙會崩掉 比較容易會損壞的情形 所以這是一個缺點 那當然優點就是 它不用去搭配 說要用螺帽 或是要 要公牙 那直接是用螺絲去公牙的 那這部分呢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再來是一個 割圍的螺絲 像這個 割圍的螺絲的意思呢 就是它的尾端呢 是有點像鑽頭這樣子 我們在鎖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在鎖 鐵板 或是一個比較薄的 鐵管 等等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沒有預留孔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 鑽尾螺絲呢 搭配 電鑽或是 氣動工具呢 把它 高速旋轉之後呢 它前端呢 就會像 鑽頭一樣 把 物件呢 鑽出一個洞 那一般割圍螺絲呢 它可能是 會搭配 自公牙的 那就直接這樣 攻進去的 這種方式來鎖付的 那 另外一種呢 是 木羅斯 那木羅斯其實跟 我以這個來舉例 像這個是很類似的 那木羅斯有的尾端 也是有這種 這種尖的 鑽尾 那有的呢 只是一個尖的 木羅斯呢 它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螺絲也是會很大 那羅亞的地方 會比較賤一點 那其實它的做法呢 是有點 自公牙有點像 那是 木羅丁在使用的時候呢 必須要 預留一個孔位 有時候如果 沒有預留孔 直接鎖的話呢 那個 木頭有可能會 直接裂開 所以一般會 預留孔 那再來呢 是 等高螺絲 那等高螺絲的用途呢 有的地方呢 這邊是搭配 軸層做使用的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 關於螺絲頭 搭配工具 我們該怎麼去稱呼它 那這裡呢 我介紹幾個比較常見的 那 我們最常見的是 十字 像這個 十字的螺絲呢 我們就是用一般的 螺絲起子 那螺絲起子呢 它有分一些 規格 那就是依照規格呢 去搭配螺絲來做使用 有大的 那也有比較迷你型的 那就是看 各位的螺絲 去搭配我們需要的工具 那再來呢 是一字型的 那 像有的螺絲這裡呢 會做比較長 那就是它可以搭配十字 也可以搭配一字的 那這個用意是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十字的螺絲呢 有時候我們在用螺絲起子的時候 容易崩牙 那一旦崩牙之後呢 這邊的十字 就會變得有點像圓形的 那一旦 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大家都是會很緊張的 不願意發生 因為這樣螺絲 等於是裁不起來的 是很麻煩的 當然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去克服 這邊就不探討 所以呢 就是為了避免這種方式呢 這裡來做了一個比較長型的 但一旦 十字的地方崩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一字型的螺絲起子呢 還有辦法讓它 可以把它轉開 是相當方便的 接下來是 外六角螺絲 那外六角螺絲 一般呢 所搭配的就是 開口板手 或是你用活動板手 或是套筒板手 這樣去搭配使用的 以及 內六角 螺絲比較常見 那像閃頭或是明頭 也是有內六角的 那內六角呢 我們就是搭配六角板手 那因為這邊內六角板手呢 是 種類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就依照我們 需要的種類呢 去搭配使用 像是 指腹螺絲呢 它也是用 內六角的 六角板手去使用的 那還有幾種呢 我來介紹一下 我這邊沒有畫出來 來介紹一下 那 像是 新型螺絲 那 新型螺絲的頭呢 它其實跟 內六角是很像的 那 它因為這樣的衍生呢 是比較 受力比較均勻的 那 這邊呢 是我們比較 少去看到這種螺絲 那 印象中呢 比較常看到的 好像是 像是 葫蘆餅的板手呢 好像是有看到 那 這邊呢 運用比較少 所以我就沒有列出來 我大概跟大家提一下 好 另外一種是 敏刺頭的螺絲 那敏刺頭螺絲 也用的相當少 那 我記得 我有看到的地方呢 是 木螺絲 一般我們在首付 木螺絲 或者我們去買 木螺絲的時候 您仔細看一下 有的 木螺絲呢 它的頭 這邊是 明字的 明字的用意呢 也是因為 它 這裡呢 多一個接觸的地方 是避免說 我們的螺絲 在使用的時候 會崩牙的 那 這邊呢 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 這裡呢 我來介紹一下 螺絲的名稱 應該怎麼去稱呼它呢 那這裡呢 就是要做幾個搭配 就是 螺絲頭的種類 加上 我們 使用工具的名稱 以及 羅亞的種類 這三個加起來呢 就變成一個 螺絲的名稱 那 螺絲名稱呢 當然你要再搭配說 它後面可能有一些規格 好比說 公式的 然後 螺絲是多少 那它的 長度是多少 像這樣的 形式呢 來表達說 螺絲該怎麼去稱呼它 那 我就稍微示範一下 我就用我這邊 現有的3D 來做示範 那我 我以這個來當示範好了 那這個 要怎麼稱呼它呢 首先 我們看到的是 它是 所以我們就叫它 閃投 然後所搭配的工具 是 十字型的 那 它這邊呢 是一個 機械牙 假設它是一個 M6x10 那 我要怎麼稱呼它呢 它就是 閃投 十字螺絲 M6x10 那如果你有螺絲 你就M6xPitch1.0 然後 x10長 就是這樣去稱呼它 那 我再來示範幾個 像這個呢 就叫做 一塊六角螺絲 那 假設它是 M8x10 像這樣子去稱呼它 那這裡呢 閃投 內六角螺絲 閃投 十字 鑽尾螺絲 等高螺絲 指腹螺絲 乘渦內六角螺絲 圓投 十字螺絲 平投 十字螺絲 像這樣的方式呢 來去稱呼你的螺絲名稱 那 各位呢 這邊就給各位去搭配跟使用囉 讓你去 感覺一下 到底要怎麼去稱呼它 那我這邊呢 來總結一下螺絲的規格 那 螺絲規格運用 是非常廣泛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的螺絲呢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搭配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最直接的就是因為螺絲是搭配我們的工具使用 那 一般會運用不同的螺絲就是 我們在使用上的便利性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地方呢 用某一些螺絲 它就是沒有辦法去拆或去裝 所以才會 用別的螺絲來做取代 那 我們如果在做設計或在做產品的時候 人認識越多種螺絲呢 對自己是越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地方呢 搭配不同的螺絲 用起來呢 它變化性是相當大的 所以 多認識螺絲呢 對你絕對是有幫助的 那這裡呢 我來介紹幾種 是 有功能性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來介紹一個 乘窩螺絲 乘窩螺絲呢 如果我們在 我們的弓箭上有挖成孔的話 它是可以把 螺絲頭給埋進去的 這邊是蠻方便的 因為這裡是用 六角板手 所以 工具呢 是不會被限制住 所以你可以把 這個頭給埋進去的 當然是這種 明頭螺絲呢 明頭螺絲比較 常運用在 像是 木工類的 或是一些 它可能也是會做一個 明頭型 它的用意也是把螺絲頭 給沉進去 藏起來 讓它表面是平整的 這也是蠻方便的 那像 指腹螺絲 是沒有頭的 一般沒有頭的螺絲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鎖緊的動作 那這裡呢 比較常運用到的是 軸套跟軸之間的配合 指腹螺絲呢 會在軸套的地方做工牙 那從 軸套的地方呢 用六角板手鎖緊 把它 逼緊在軸上面 這是比較常運用到的 一些功能 其他呢 我就不另外多說 就介紹幾種 因為種類實在太多了 介紹不完 那今天呢 螺絲種類的規格呢 介紹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你如果還有相關的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喔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掰掰